上集超認真和大家介紹美國的十大危險職業 而究竟台灣的十大危險職業是什麼呢 沒有十個我們只有找五個 這次是治安署的統計資料來排出台灣危險的前五名職場千人率作為排名 究竟台灣危險前五名工作究竟是誰 嗨大家好 這是超認真少年 上次我們講過美國最危險的工作之後呢 今天我們要來講台灣 所以呢 今天我們用勞工局的統計資料呢 來算出哪一些是台灣前五大最危險的工作 說到危險怎麼可以沒有想到 姚索坐下來 好 你覺得什麼是台灣前五大危險工作 我講兩個好了 第一個是飛行員 畢竟飛機失事的話基本上是GG市民大的 上集有講 對上一集有講到 第二個的話台灣以前有個職業你知道什麼嗎 還有分幾集的 叫做假級流氓 流氓算是危險職業 不是啦 但是他應該沒有在勞工局登記 流氓有勞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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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現在都很多轉型了啦 可以開一間公司 公司一樣有勞保 對對對 陳媽媽犯款啊 楊媽媽信用借款 對啊 當日犯款 合法經營啊 好 我們現在來講台灣最危險的 五種正當職業 正當職業 第五名製造業 製造業 對 就是製造業 對 製造業當然有包含了就是 汽車嘛 機械廠嘛 當然也包含了高科技的晶片廠 對 通常你只要會使用到大型機具 或者是大量的機具運轉 通常他的扭力超過一個值了 是 一下去手可能被捲爛了 飛死即傷了 不過他的其實比例算是不高啦 如果我們用上一集美國拍的 他是4.53 4.53 哦那算是算低了 對 因為其實坦白說台灣的大家也很怕事嘛 所以其實他會造成這個很慘烈的狀況 坦白說跟美國的比起來是少 不過跟一般的行業比起來 算高 算是高一點 因為我記得 美國第10名就20級嘛 對對對 所以台灣你看進到前5名 還是 所以算是少 不過因為製造業嘛 就是大家就是要博力奪銷 去趕進度去充量 對對對 那在這過程當中 老闆跟大家 各位勞工朋友們 就是要包括好自己啦 嗯 好 第四名 第四名算是一個傳產 曾經在台灣非常的活躍 對 那之後也因為經過社會文化教育各種進步 越來越少人做 這個工作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個 吳念珍舞蹈 嗯 他曾經有用僵子的故事背景 去做很多的故事 第四名 史上率5.66 礦石跟土石材質 哦 你可以把它想成礦工啦 以台灣的資料裡面統計就是石油 天然氣啊 然後砂石黏土啊 礦物 它全部都算在裡面 哦 台灣最早之前 採礦就是煤礦 它在很早期的時候其實對台灣的經濟貢獻算是非常大的 但是當時像吳念珍他拍一些廣告片啊 有些什麼寫信的雕春碑啊 他們其實就是礦工又礦災嘛 砰一砰下來就是 哇 幾乎壯年人就是工作全部都買在下面 對 採礦機現在真的很危險 我上次是採到差點交破了嗎 你 對 蛤 採什麼話 採那個 以太幣啊 以太幣賺爛了 所以你煮礦機煮到 差點交破了嗎 採礦 不過言歸這段其實採礦 真的算是全世界上危險的好處 在最近的一個就是在2010年的時候 智利採礦會有氧化碳的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你因為礦的那個土石很鬆散 崩塌下去 33個人直接買在裡面 花了70天 不過救出來 救出來喔 這算是那次的救援很厲害 有機會我們用工程的原理跟大家解釋一下 對 台灣危險工作第三名 我看到這個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驚訝 我也想像不到 但是跟美國人一對比之後 也是有所道理 運輸倉儲業 運輸倉儲業 怎麼會想像不到呢 這個其實我們在上一集有討論到 它的物流裡面包含 FuPanda跟烏龜玉 看 光是去年的車禍高達32萬件 32萬件 超狂 大家真的是為了賺錢 不要命啊 不要命啊 因為台灣的運輸倉儲業有分成 陸上的 海上的 空中的 對 好 基本上空中的沒什麼事 海上的有貨船 因為人數少 對 大部分都是陸上的 對 我們會編列到這個裡面的 就是已經有點像是失能 對 嚴重的 不是說你抽Apob 這個我們不算在裡面 那千人史傷率7.31 算是很高了 但是跟美國人比起來 當然啦 當然啦 可是在台灣來講 已經算是很高的 所以想不到吧 送Fu Panda 跟送Uber E 既然比我們製造業還危險 沒錯 你就知道多厲害 真心 我去中國啊 我有看到他們的機車 跟中國這種送餐的啊 對 或者送小包裹的啊 其實非常非常非常的盛行 他們的機車都有一個特色 我們一般的保桿 是裝在我們的車子上面 他們不是 他們是裝在機車上面 他們的機車每個都像坦克一樣 你知道嗎 它那個保桿 啪啪啪啪啪這樣子 好像變形金剛一樣 你知道嗎 很厲害 我覺得再這樣下去 台灣可能也需要了 進車的話 像碰碰車一樣的 再這樣下去的話 好像有一個市場 我們先調一下 那個Uber E 跟Fu Panda的使用用戶 然後我們再來評估 這個改動率大概多高 言歸正正 來 好來下一位 比Fu Panda跟送Uber E 更危險的工作 來了 台灣被列到第二名 想不到 想不到吧 我真的想不到 餐飲住宿業 食傷率8.389 餐飲住宿到底有什麼好危險的咧 基本上其實最主要的紀錄都是在廚房 你們看過地獄廚房 有 食傷率高 食傷率高 廚房之所以危險 有火嘛 對啊 有火的地方就有危險性 有電 電也是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廚房裡面 包含會有很多烤箱 電磁爐 比如說我們要加熱這種熱水服務 然後你打開 當很多人沒有正確的水電觀念的時候 是 一個延長線它會接很多 那台灣曾經也有發生過幾期就是 因為廚房火災 而造成重大失望的 所以它到現在2022年 上一年2021年的數據 2020年的數據 它都是高居第二名 所以不管是各位廚房媽媽們 還是現在小隻朋友們 出去住住 這個延長線 電線走火都要講 說到電線走火 我們就感謝這次贊助廠商 BB延長線 除了傳統的通電指示燈之外 它有切換旋轉開關模式 並且搭載電流偵測的功能 讓你隨時可以注意 你的電流是否超過負荷 總計有4個燈 1個燈 2個燈 3個燈 4個燈 它最高可以承載1450W以上 如果超過1650W的時候 它會啟動85分貝的 其實你一個燈長線接兩個快阻 都是超危險的 都超危險的 不然我們等一下接兩個給大家看 我有事我先走了 基本上兩個插著都沒事 你不要兩個同時跟它要電 所以大家還是要有一個 基本的水電的原理 就是說我這個需要幾瓦的電 它會跟前面的人要 然後電又是一個很單純的東西 你要什麼它就給你什麼 所以當你前面的電線越細的時候 要的電衝過去越多 就像我們今天一個人要通過這個門口 很順嘛 我們今天200個員工突然要衝出去門口 會怎麼樣 一起在一起這樣子 一起在一起很熱 火氣大火 所以當它兩個都要需要用到1000W的時候 那全部衝過來的電 腳 就有哀號聲出 啊 所以基本上啊 我們的線越粗越安全 沒有你要看裡面的銅線夠不夠粗 好沒關係 橡膠沒用 那時候我們要怎麼測試說 它到底耐不耐用 欸是 來喔 那我跟你講 我之前測試過很多啦 它一帶的線其實比這個時候 哇細很多 是 真的真的細非常的多 對 像我們這個線 有沒有感受到它那個拉力 有 跟強韌度 有嘛 然後你看喔 這邊有一個梯形的設計 你線想往下就往下 想往左就往左 想往右就往右 除此之外呢 你看到後面這邊 有沒有強力磁鐵 是 它可以承受5公斤 像這樣子 讚啦 好 接下來進到第一名了 第一名想必大家不陌生 也是小弟算蠻常接觸的行業 就是我們所想像的營造業 喔營造業 剔除的啦 剔工的啦 剔工的啦 怎樣 怎樣 可以啦 當然我們知道這件事情 大家一直想辦法要改善啦 對 那營造業也是因為這件事情上 所以越來越缺人 那除了高勞力以外 高危險性 然後它的在官方給我們的數據呢 死傷率呢 11.828 大概就是指批了美國的打草業 台灣最危險的營造業 大概危險程度也是美國除草的一半 你看美國除草都危險了 這太危險了吧 營造業呢 它也是在109年 數據至今霸生第一名 一直也都第一名 對 第一個就是重型機具 掉車掉掛 再來是你光大樓蓋到一個樓數以上 你的鷹架什麼都掉了 對對對 那有些業主為了搶時間亂綁 那不然就是剛夠 也是危險 那個下去也都是直接掰的 那不然就掉太重 其中級直接倒下來 然後接下來就是高空作業 我們常常看到很多辛苦的勞工朋友 綁在外面 很多人就懶得不綁那個扣水嘛 摔下來基本上也是重傷殘 對啦 還有另外一種是一個非常簡單 但是出事率很高的 安全帽 不在地啊 只要超過10樓以上的樓來拔 掉下來打到你的頭 你沒戴安全帽 基本上你就差不多了 以上這五點有沒有超過你想像的 一個這樣來講就是沒有啦 就是沒有 應該說都可以理解 他們的危險性 總而言之呢 社會就像是一個危險的叢林 大家各自好之為之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超成少年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 來吧 Danger Jungle 我小時候我媽都會讓我坐在客運 前面座位第一個 看著我媽開車這樣 真的喔 帥媽媽耶 我媽也開過計程車 也開過托拉庫 有在你坐旁邊的時候發生事故嗎 是沒有啦 可是如果講到公車司機或客運的話 還有一個危險性就是乘客人 乘客有時候比路上的車還危險 也蠻危險的 糾紛 糾紛 我看過我媽跟計程車司機打架 那個時候你還小 我國小 還沒長到這麼大 對 還沒有刺青 還沒有都還沒有 不然應該算不會是為了 他就很危險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